第七章,上禮拜最後是講到證照考題的第二類講完了 所以如果第二類你把練習完,你可以去參加第一級,實用期的考試 其實主要是雙數題,基本上印象中應該是不會出單數題才對 這個是不公開的秘密 如果出單數題,你也不要來找我 不過基本上沒有這種例子 進階級的話是還要包含第三類 第三類裡面會牽涉到有關物件,有些AWT跟SWIN 這個部分可能我們後面還有事件處理的部分 這個部分稍微複雜一些些 我們等到物件導向觀念先翻規講完之後 後面我們有時間再來談好了 相關的講義我也把它放上去 所以各位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先去把講義上面的範例拿來練習看看 建立基本觀念我們在延伸會比較快一些些 那物件導向,這個部分如果你之前是設計 或者你有接觸過其他語言的話 這個部分算是比較新的 那前面我們課程比較偏重是在物件的使用上面 那物件的建,這個物件其實是類別的建立 所以在這個如果各位以前在使用其他語言的話 應該是比較特殊的 那我們這個章節主要讓各位了解幾個方向 第一個,物件導向的應用程式開發 然後物件導向的基礎,一些基本的觀念 還有什麼叫類別與物件 類別跟物件呢,常常尤其是剛接觸Java的同學才會搞不清楚 類別物件,那我一直強調,我們宣告的時候前面一定是類別名稱 後面一定是宣告成某一個什麼的,某一個物件的名稱 所以前面是類別名稱,後面才是物件 那物件的話基本指的是一個實體 所以後面通常會加什麼,等於什麼,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可能一個類別 那new的過程當中通常是指的在記憶體上面什麼 配置一個空間去存放這個物件 你在記憶體上面有一個實體空間 你才有辦法去運作啊 如果你記憶體上面沒有空間的話,你怎麼運作 所以基本上這個動作是在 在Java會幫你自動配置一個記憶體空間 然後呢你可以把物件先存放上去 你可以去做後續的動作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類別跟方法 那後面我們會再詳細的跟各位做說明 那再來有關類別的建構值 這個建構值我也講過有沒有 new一個類別後面瓜糊對不對 瓜糊其實大部分是沒有傳 小瓜糊就空下來對不對 那有一些會有傳參數 那這個參數由誰去接 其實就是由建構值去接 類別裡面的建構值它接到之後 可以根據你傳遞過來的參數去做後續不一樣的處理 比如說像Dismore Format有沒有 後面不是就會有傳一個什麼 一個格式嗎 我們將來它就接收到這個 我們傳遞過去的自傳去幫我們格式化成我們要的格式有沒有 那實際上傳遞過去之後的話 後續Format就知道怎麼樣去做了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建構值 那我們只知道說傳遞參數 但是在類別裡面的建構值要怎麼建立 那傳遞參數過來之後我怎麼去做後續的處理 那再來的話使用物件的成員資料 還有呢這個在物件使用類別的變數和方法 我一直加上變數跟方法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其實是幾個比較重要的方向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那個傳統的應用程式開發跟物件檔案有什麼差別 那傳統的開發比較重是什麼 傳統的開發比較重視的是這個 著重在找出什麼解決問題的程序和函數上面 程序指的是sub就是一個副程式 一般是指 那函數的話是有略稱值 其實就是指的演算法 也就是太強調什麼 太強調解決問題的那個程式 那個call 所以實際上呢 你會發現傳統的開發模式開發出來的這個Pokemon 基本上太著重在如何把程式寫好這件事情 但是問題是程式寫好是工程師認為寫好的 那user呢對不對 你應該看到user的需求比較重要吧 user不覺得你設計的好 基本上就是你這個程式寫的再高竿其實也沒什麼 不過在早期大概十幾二十年 那時候我們早期在開發真的可以著重在call上面 因為那時候其實軟體的環境還不成熟 所以一般user反正把這個工程師開發什麼給你 你就就是照單全收 那個當然工程師那時候比較強 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客戶端的client的需求越來越強勢了 所以你要慢慢的去思考說 我今天不只是call的問題 我的UI 我的我要怎麼去讓user覺得說你設計的東西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基本上好像那個職位職稱有時候不一定是軟體工程師 可能現在還有一個一個職稱叫做什麼使用者經驗架構師 他不是寫程式的 但是這個架構師呢他的工作非常重要 他是在介於什麼介於user跟這個programer之間的一個溝通橋樑 他不是coding的人 他是怎樣他是幫你取得什麼取得使用者經驗 所以他有一個名稱叫user experience的一個叫做一個designer 就是他是取得使用者經驗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那個apple在賈伯斯前幾年剛推iphone的時候或ipad的時候 先ipod在ipad在ipad在iphone為什麼可以大賣 實際上他最重要一點就是說他完全是match 非常以那個使用者的使用經驗去做開發 所以所有app的觀念就是非常簡單 touch一下touch一隻手touch完全不用學習 所以如果說你的app或者你的這個應用程式呢 可以做到這一點的話 相信你的這個你的程式基本上寫的不要太爛 因為我講過嘛以前是球中演算法為什麼速度要夠快 為什麼以前的硬體設備不夠好啊 cpu如果在4865或者386等級的時候真的要很 而且那個ram才幾mega 8mega16mega那時候當然是很拮据的 你就必須要在演算法跟程序上面做很最佳化 可是問題現在我想cpu已經快到某個程度了 你根本不用care 所以我前面講過嘛 以前我們會care那個速度的部分 基本上就不用care了 那你說ram好了 宣告呢 你說宣告為double 宣告為flow 或者宣告再小 宣告by 現在比較少人在宣告by 除非說你是用嵌入系統 你要真的很在乎記憶體的環境下 不過現在再小的環境好像ram也都夠大了 那那個部分的話 那你才需要去支度閉校 不然的話基本上 你要慢慢去觀念要改變 所以傳統的設計師的觀念 如果你沒改變的話 那基本上你設計出來的東西其實是不太合用 所以慢慢演變過來的話 就是慢慢會有物件導向的設計觀念 它解決問題的部分是說 我們在城市開發的時候 比較是在資料上面 就是你資料放哪裡 還有怎麼去操作 在問題上一起思考 其實主要問題是找出怎麼參與物件和物件之間的關係 並且透過這個物件的通力合作來解決問題 比如說像我們舉個例子 像一個銀行 好銀行帳戶A 銀行帳戶B 那主要我們要思考什麼 就是說 第一個好這個帳戶 帳戶裡面 比如說我 A帳戶跟B帳戶有什麼差別 基本上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人的基本資料 你要先有這個人基本資料 比如說他的 什麼呢 他的帳戶的名稱 帳戶的密碼 然後他的帳戶 還有存多少錢 對不對 那這些都是所謂的資料 資料存在哪裡 那你就必須要有地方可以讓他放資料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要有個資料 那操作就是說 如果他今天就做什麼 做存錢的動作 就是你要去設計一個方法 讓他去存錢 方法 那有沒有return值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知道 方法 然後再來就是他要提錢 你要設立一個所謂提錢的方法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要匯錢 他要什麼什麼方法 那我們思考就是說 你要做什麼動作 就是建立一個方法 你要存什麼資料 就是必須要建立一個所謂的 成員變數 要讓他存資料 那A 將來我就怎樣 宣告一個物件之後的話 那A物件就可以A帳號 B物件就可以B帳號 每一個人就有自己的一個 對 那實際上就是符合這個物件導向的觀念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大概我們後面也會舉一些例子 讓大家了解 比如說透過帳號 或者是透過學生也是一樣 每個同學的基本資料 我要儲存的話 那我也可以建立一個叫 students的一個類別 再把它new起來變成一個物件 我就可以去儲存什麼 所有同學的資料 然後他要做什麼事情 我也可以再建立我需要的方法 OK 這個是一個物件導向的觀念 大概這個地方的一個流程圖 大概稍微了解一下 怎麼存體 怎麼建立基本資料 然後怎麼去做後續的動作 大概稍微了解一下 那物件導向的基本觀念 主要有三個 一個是物件 一個是訊息 一個是類別 那這邊的話簡單 所謂的物件是提供資料 和方法的封裝 那訊息的話 就是物件之間的溝通 可以建構互動和資源 過載和多型 那所謂過載 過載跟多型 我想後面我們再提到 那類別的話呢 是物件的分類 特別注意 物件的分類 我們這邊 那可以實作類別架構的繼承 所以如果說 我今天呢 有一個物件 基本上呢 它還有一個重要觀念 就是可以被這個 被繼承 繼承的話呢 可以再被 這個這個 這個繼承之後的話呢 我就可以利用 這個類別裡面的 成員的變數跟方法 那再來的話 物件的基礎大概是這樣 裡面主要方法跟變數 方法跟變數 那後面我們會舉實際的例子 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物件的話呢 是物件導向技術的關鍵 以程式角度來說呢 物件是什麼樣呢 就是資料與相關的 其實這個程序和 函數實際上就是方法 實際上就是資料 跟方法 結合在一起的組合體 那其實資料就是所謂的變數 變數 也就是我們宣告 在類別裡面 類別裡面的這個變數 那程序和函數的話呢 在Java語言裡面稱為方法 其實就是Mensers 所以呢你們在說明文件裡面 一定會有class class裡面進去的話 就有Mensers的一個 Summary 有沒有它裡面包含的所有的 這一個這個這個Mensers的 Summary 那也會列出來 實際上呢 它的架構大概是這樣子 一個 那再來它的特性 特性的部分 你稍微了解一下 有什麼的狀態 那什麼叫狀態呢 物件擁有屬性 屬性一般稱為attribute 或者叫做什麼properties 在大內置裡面比較喜歡用property 一般講的只是 講的他們都是外觀 就是它的狀態 那在Java裡面比較常用是attribute 不過兩個之間好像 看起來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那屬性是儲存什麼 物件的狀態 那可以是一個簡單的布林詞 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個物件 比如說呢 這邊車子的什麼呢 車型 就是基本上指的是它一些外在的一些狀態 或者叫做外觀 或者排氣量 或者它長的什麼 它是顏色 或者它是自排或手排等等的屬性 那什麼叫行為呢 行為是物件可以看到的部分 可以提供的服務 比如說車子可以什麼 可以發動引擎 可以停車 可以加速 可以換檔 那實際上行為 指的通常就是我們要建立對應的方法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是稱為行為 那狀態多半指的應該就是裡面的變數 裡面的變數 我們可以儲存什麼 它的車型 它的排氣量 它的顏色等等的 這些其實也可以稱為資料 資料我們把它存放下來 另外叫識別字 所謂識別字 就是用不同的物件 那每個物件 擁有獨一無二的這個識別字 當然名稱一定是不能一樣的 OK 那這個識別字簡單就是在物件 我講過嘛 物件會需要new new的動作之後的話 那就需要什麼 需要記憶體 所以呢 記憶體的話 你放在記憶體上面 你不能有一樣的名稱 不然我怎麼知道 這個物件到底是A還是B 它如果名稱都一樣的話 也就是說呢 物件變數的詞 它在記憶體裡面 它存放 我想 因為Java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 記憶體的配置 也就是說你new之後的話 它怎麼做 你就交給Java去做 OK 好 這個是物件的 那種類部分的話 這個物件導向 它這個地方 物件導向程式語言的精神是物件 但支援物件的程式語言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物件導向的生意科 可能只是物件導向的基礎程式語言 比如說的話 最早期像VB6 它也有支援這個物件導向的觀念 可是它其實不完全 不完全 這個百分之百支援 有些部分的話 它也許有觀念 比如說是 這個這個這個 它有繼承的觀念 但實際上我們在 在做上面的話 它沒有完整的一套 配套措施 所以VB6裡面 通常我們還是會用傳統方式在撰寫 那其他的話 後續的完全有支援的 像Java 像XSharp 那我一直有強調就是說 在XSharp裡面 它大概百分之七八十四跟Java 是幾乎是一模一樣 而且它的什麼呢 類別的名稱 像一定有Mass類別 一定有String類別 那String跟Mass類別的方法名稱 也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了解XSharp 如果你將來想要跨足就是 我講過嘛 現在主要兩大區域 一個是Java 一個是大內側 那以後也許你將來 在Interview的時候 他也許 他們是大內側的Solution的公司的話 他也許他要Interview的人 是要C-Sharp的 那你到 那當然你可以跨兩邊嘛 對不對 那這樣你的發展的路 才比較寬廣 那這個部分的話 各位也可以 那另外在VB大內側的部分 早期呢 在微軟大內側陣營 還是以這個為主 可是慢慢的 因為有 這個這個可能慢慢的 微軟的那個方向有改變了 他慢慢 再加上也許 早期為什麼VB 這麼受微軟的歡迎 主要原因 可能是這樣 因為比爾蓋茲 他最早其實就是 這個利用Basic寫出一個DOS 在IBM那個年代 他用Basic語言寫出一個DOS 寫出一個DOS 所以呢 這個比爾蓋茲其實對Basic 是非常親有獨鍾的 所以他在這個部分的話呢 非常support VB 可是慢慢的話 最近幾年 這個整個大環境改變 所以慢慢他 微軟比較不support VB了 反而怎麼樣呢 比較support C-Sharp 所以將來的話 我想各位要學習的話 還是以這個C-Sharp為主 那其他他有像早期的VB 其實VB2008 也是VB.NET的一個版本 2010然後C++語言等等 他實際上都有具備 有物件導向程式語言觀念 不過呢 目前主流還是以Java 跟C-Sharp為主 所以將來各位在學習上面的話 可以當成參考 那其實封裝 什麼叫封裝 我想各位看一下 實際上封裝就是 將資料和處理資料的程序 組合起來建立一個物件 就叫做封裝 所以封裝 這個是一個定義 那我剛剛講過嘛 資料實際上就是 指的是裡面的變數 然後呢 處理資料這些方法 變數跟方法 所建立起來的一個物件 那這Java物件的定義是 使用類別當成是一個 它的這個這個物件的名稱 然後呢 內含屬性跟方法 好 屬性跟方法 OK 大概是這樣 各位把這個觀念 大概有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 是有關繼承 那繼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因為呢 如果今天的話 你要讓物件再利用的話 reuse的話 一定會用到繼承 而且繼承的使用非常的廣泛 將來各位應該會經常看到 什麼 比如說類別 哪個類別 extense 哪一個類別 如果它後面有個extense的話 extense就是繼承 extense哪一個 哪一個那個類別的話 那這個 我們的這個類別就具有 我們繼承的那個類別的 所有的屬性跟方法 也就是我繼承它嘛 那這個後續我們會用到蠻多 尤其是各位在後面的那個 Android的程式開發裡面 用的非常多 像在Android的建立類別的時候 後面一定會多加一個叫extense 什麼activity 就是說呢 每一個 每一個app有沒有 它實際上都是extense 就是繼承什麼 activity 也就是說在Android裡面 最基本就是一個activity 那activity實際上就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中文翻譯叫活動 實際上 感覺上就是有點像是 有點像 類似如果網頁概念 有點像是動態網頁的一個基本架構 那每一個 你要怎麼去切到下一個activity 你就是要再建立下一個activity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慢慢會接觸到 那這個是繼承的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那還有所謂多型 多型部分的話 那這部分又更為複雜 不過多型的概念 大概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那多型是屬於物件 最複雜的特性 類別如果需要處理 不同的資料型態的話 並不需要怎麼樣 針對不同資料建立類別 你不能說你今天 一種資料類別 你就建立一個類別 那這樣會太複雜 可以直接什麼 繼承基本類別 那繼承此基本 這個繼承此類別 建立同名方法 處理不同的資料型態 因為方法的名稱相同 只是程式碼不同 所以我們叫做什麼 同名義式 也就是大部分的程式 大部分呢 我們可以繼承 可能同一個這個類別 但是使用的程式碼有所不同 這個部分的話 是所謂多型 那就不需要再去建立 不一樣的類別了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這也是物件導向的 程式觀念的一個特性 OK 大概了解一下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來實際上舉個例子 比如說呢 我們怎麼樣建立一個 這一個 我們來實際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 一個簡單的範例 比如說呢 我這邊有幾個學生 這邊有這個有 假設我今天有幾個 一兩個 這邊有兩個學生好了 那我今天兩個學生呢 我要把他們的資料 建立起來 那建立起來裡面的話呢 我需要有 比如說存放學生的名字 然後呢 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呢 他的什麼呢 他的弟子 還有他的年齡 那我要怎麼樣去建一個類別 建一個類別 來存放他的資料 那首先的話呢 要建立 我們等一下就建立 一個新的類別 那建立新的類別的話 我想在預設套件裡面 按右鍵 這邊有個建立類別 那類別名稱的話呢 我們取名叫做student 那student裡面的話 你建立起來之後的話 裡面呢 我們再來建立所謂的成員變數 跟成員方法 那所謂成員變數就是說 我要儲存有三個資料 這三個資料 分別就是他的名字 跟他的地址 還有他的姓名 所以我就宣告了三個這個變數 那再來的話呢 我需要一個什麼 需要一個成員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就是說呢 我要把什麼呢 把他的名字給輸出 把他的資料給輸出去 那我要怎麼輸出呢 輸出姓名 年齡 地址 還有最後一槓 那我如果說呢 建立好這個類別之後呢 我要使用 我就再建立一個 CH7-3-1的一個類別 那使用的方法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等一下各位請先建立一個類別 就叫student 那使用的方法的話 我先秀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如果建立好之後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假如將來我需要怎麼樣 輸出的類似像這樣 如果說以前早期的循序式的 你有沒有可能 當然你可以跑個回圈 把這三個print的出去 可是問題 那個觀念改變之後 假如我今天 而不要用傳統的方法 我要用一個物件的方式輸出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我要怎麼樣 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 一個一個類別 這個類別名稱叫student 再來怎麼樣利用這個類別 去幫我把這三個學生的資料輸出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先再把剛剛的部分 稍微再做個複習 這個這個複習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那另外就是請各位先建立一個 這個stream的一個類別 那等一下我這個stream的類別的 畫面也會提供給 跟蔡一樣是student的類別 那等一下我會再把其他的畫面提供給各位 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何應用 建立一個student的一個 在這個類別之後 怎麼去使用它 然後把我們需要輸出的資料 逐一的把它輸出去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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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